六一六香港反送中 兩百萬港人上街 震驚國際 週一下午群眾再次前往 特首辦公室 要求林鄭月娥出面對話 臺灣立法院朝野黨團發表共同聲明 譴責港府 力挺港人撤回逃犯條例 全港四分之一民眾憤怒上街 外媒分析 中共害怕新火燎原 民怨回燒中國各地 恐將切割林鄭月娥 立委黃國昌爆料 望中媒體 一年承包上億元政府標案 納稅人的錢被用在資助中共傳聲筒 分化臺灣民主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